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对阵的双方呢一位是来自上海新外滩的特级大师孙永峥 另外呢是来自浙江的棋手陈继俊 陈继俊呢他们还是老东家代表这个浙江波尔组成 那么今天浙江呢也是这个出现两个队伍 杭州还组了一个队伍 杭州今年也是升班马 对 双方呢以先指路对兵 对兵局转换成中炮的平空马 红方呢等于是采用的七路马 七路马呢对对黑方呢三步虎真行 然后红方走区移 这个时候下去八级五 黑方走去八级五 去八级五这条棋呢也是呢 这个想从沿河这一带呢这个反击 就控制你的兵线 除此以外呢又走向三级五 就是老实走 对兵五金冲 兵五金冲 黑方走炮 环架中炮 对 就是说黑方呢 环架中炮这步骑呢便宜了一点 因为有中炮的情况下呢 但是这个鞠的位置呢 就是呢 鞠率的显地容易给红方借用 对 就是你鞠的效率其实没有一步骑那么高 对 因为红方马上就来了 对 这个鞠呢只能逃 对 因为你不能吃 吃着就马右一灯 这个鞠就炫死了 对 这个对于我们初学的爱好者 这儿有一打 要知道 这个鞠呢就是进入谷地了 被人这个捉死了 就是弃兵陷鞠 所以黑方这鞠呢必须得退 只能退 这个地方呢 孙永征呢 可能是对这个棋呢 就是也比较熟悉 他就直接走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等于跳 黑方 黑方马上进三 不 他要马上进三 他怕他鞠一平三 所以黑方呢就先过来 对 然后红方呢 鞠一平三捉他 对 马上进三一跳 他先是 先鞠 对 马上进三一跳 对 红方如果吃呢 他可能是想走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来盯着这个盘头马 所以红方 孙永征呢 马五进三吃了 盘旋进攻 马五进三以后 就有这个马三进四的这个手段 黑方必须顶住 这个向前马 马三进四很厉害 对 顶住他以后呢 这个孙永征呢 再走鞠一平二 连住 对 这样以后马随时可退 也可以中路再去突破 对 没有 他可以走鞠一平二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走的 这个孕子的孕的也是不错 黑方呢 也是坦坦正正 对 也没有走什么明显的坏 对 红方呢 在前列的路上呢 要必须再盘回来 对 要解决这个牵制 黑方 接受 换掉 对居 再对掉 然后黑方吃马 他只能跳 这个时候马要逃一下 这是一个先手 对 得子 一逃一蹬一吃炮 红方 左炮退一步 这个炮同样的避让 退一步就比平一步 攻击力量强的多 因为你以后还可以在皇家中炮 对 这个手段呢 大家呢 对 可以学习一下 对 值得呢 这个体会一下啊 就这个炮怎么效率更高 加强这个中马的攻势 这个棋呢 林场当中啊 这个成绩郡呢 就没有处理好 本来呢 是一个接近军事的 对 这个起步相当的 这么一个棋 结果他下坏了 结果他走了几步棋以后呢 就是形势就不利了 其实我觉得 张强这个时候 其实也往往是最考验 棋手功力的时候 进入中局战斗了 很胶着的一个状态 你稍微有一些处理不得到 这棋举马上就被动了 这棋呢 黑方最顽强的 如果说黑方略亏一点的话 又认不认这个略亏一点 它就应该走去二线六 直接就 其实亏也很有限 因为 红方是先走的 你这种 你亏一点也正常 三不虎猎炮 这种棋呢 就是激烈的 对 它不像 摄像棋啊 或者平马的棋呢 就是说 那么工整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好一点 那也属于正常 对 但是最主要看这棋 黑方呢 它的抗衡能力怎么样 对 这棋很显然 黑方应该拘二线六 然后走拘二线 锁住它 然后看红方怎么表现的态 对 如果红方用拘尺这个像 然后他马一蹬 这会再蹬 我看你怎么蹬 你要马七进我蹬 我就可以十四进我 下不出老象呢 对 我这个底线这 揪着你的 就是说这里边 有一什么思维呢 就是 红方啪啪平我 走成这种 蝶炮 或者沉重炮的这种棋 已经呢 挡不住了 对 那么黑方要针对 红方这个弱点呢 来采取 对症下药的措施 那么现在就是 如果你在马七进我 你虽然吃我一项 对 但是你这个鄙视啊 又顾及这个地方 你这个 龟背 这个龟炮 怕什么呢 就是试量不起来 我可以直视功底 对 那你要是这么打呢 你要是打了这个马 这个地方 它可以居四平三 这么多 那你除非你认可要 这红方也有一些线 红方也可以腾挪 比如说你腾挪之后 在底线交抽什么 对 在炮片 对 那这个棋的总之来讲呢 就是黑方也能接受 嗯 如果你用马灯呢 你这个 这个炮就有问题了 刚才已经说了 这底线可能有些问题 好 那么我们 再把这棋拿回来 你看刚才的这个棋 那实战当中呢 他没有下这个棋 他这个思路呢 就稍微有点偏 这个成群俊 走了一个炮酒精四 成群俊也是一个防御型 比较好的这个选手 成群俊的棋风比较稳健 比较稳 四平八稳 炮酒平七 他是想这么来打局 把这局打死 但是他忽略了红方呢 就是这种强硬的手段 对 红方如果比如非偏向的话 那可能黑方呢 还有喘息的机会 红方就一鼓作气 就直接这个 这个除菊花二 黑方炮五平七打 那红方就不要了 这个菊就送给你了 对 当然说他也是 这个也是经过 甚至熟虑的一个撒发 他先冰五平六撞一下 撞过去 他一不是 他先踩过来 等他冰五平六 再锁一枪 小三姐 他锁没锁 锁不锁 反正都 平了一 他先马是推三了 都关系不大 他早也要冰五平六 对 他走这个 菊二平六 黑方菊二平六也关 然后他这时候 冰五平六得一架 然后他不像 这个时候 他走的是 马七进五 感觉来想 红方 应该走马三四 感觉更好 所以以后多一个 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 给大家细说了 马五进四了 马三进四好 走到这的时候 红方由于 烟跳了七路马两下 给了黑方一点 小小的透踪机会 黑方这个旗应该抓紧走 马三退一 因为那个马 前进没有路 马三退一争取 从这边争取来 那你就只能平了 你平的话 你看你平 我有出将 反攻 出将 对 你这个马四进六进不去 对啊 你这个马舌着呢 对 你要平平平回来 我平平我这马钻着 马一进二 马二进四上来了 你要飞手边向 但这个马出来 跟不出差太多了 对啊 最后差不多就是 这个 就这个马 脱了后腿 你因为黑方 这个大子 就是巨马炮嘛 这个马 如果不能投入战斗的话 最后这个旗 就是被人间 对 这个困住了 所以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呢 没有把这旗呢 想得这么严重 他应该赶快去调整 他可能觉得 我还是有居方嘛 所以我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胡方啊 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他两个马连的比较铁 另外他这个攻势啊 很强大 就是说张位非常好 对 红方这个 他这个步数太绕了 太慢了 太慢了 这个明显不好 对 马三进五一蹬 眼看着就马五四了 他这个炮太慢了 又绕了一串 对 人家这么一拱 嗯 你只能败退 马三进二 对 然后红方 马四进二这么一跳 他先走了一个这个 对对 冰激营 对 他足足以轻轻交换了一下 对 然后红方 马四进二 对 这个旗啊 又到了一个特别关心的地方 就是黑方呢 可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也只能去这么捉 然后把你捉进去 然后他再进一步 就是让你这么走了 然后看你 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桌可能有点问题 这桌他可能会跳你一将 跳将是不是有出将 有 有 有出将 对 因为你这么将 他可以吃掉你 对对 你再补将的话 他对中泡了 就是简单的说呢 就是黑方炮九平五啊 这招棋啊 速溃 嗯 红方炮五星 打了一吃 然后速溃中选择的是马五星六 实际上这个旗呢 从马五星四更好 更凶是吧 马五星四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握从马你挡不住了 嗯 我下步旗呢 我就知识 知识 就是炮五平六 就是假设你如果飞的话 飞 我就一将 然后我就一知识 嗯 下步大家看啊 你有什么时候都炮五平六 对 我有马炮的配合 我这么一走 这马四进六一将 马六进八一将 双江崩了 而且我还有冰 就是说你没有具体擅这些机会 对对对 所以这个机如果走马五进四的话 红方可能就速胜了 嗯 但是宋仁呢 可能他临场当中呢 觉得马五进六也够了 他这 他关键马五进六 还防着你下五进三 他子弟比较稳 这个冰还留下了 对 对 他这比较稳当 不是 是四进五 嗯 这儿红方的就说 稳多掉一台 那具五平七 红方就下得不着急了 我觉得多两个兵也够赢了 向三进一 狙击退三 他回马 对 宋仁是这样的性格 对啊 他就已经够了 他感觉这个棋 我已经能牢牢地控制局面了 确保胜利了 我就 我就不用冒什么风险了 对 我也不用考虑气不气死了 我已经够下了 对 因为你现在不想飞 飞他这个瓶冰也受不了 对 就冰就冲下去了 嗯 但又红方呢 也算准了 那这个啊 能够锁定这种优势 所以他也走得比较劳烈 他炮我瓶六 他先下兵 他飞高相 对 炮我瓶六 他居五瓶四 然后他飞相 反正红方呢 就是说的 看他这种优势呢 已经不可动摇了 对 他就是逐步推进了 让自己 没有任何的 后骨之忧的情况下 对 将来这一推进的时候呢 就可以锁定这种胜局 这个棋呢 确实呢 主要是黑方呢 这个马 手指跳过来 这很痛苦 没错 跳过来 就看着人家那个 逐渐的往下排兵 把这马给射死了 对 就是退一 嗯 他退一步 向一退三 那红方呢 就先把 把阵形调好 向七进九 黑方这个棋比较痛苦 他不知道走什么 对 也是没什么好走的 这个棋 红方马七退八 马七退八呢 就准备冰箱了 就准备冰箱了 就准备往下下了 在下冰就贴你马去了 对 你这个马就很危险了 黑方被迫呢 进不上 他进去了 然后 他开始运这个马 这棋下的挺挺有意思 然后 他就说的那个马呢 反正 已经到位了 我就放在这 你也上不来 你也出不来 那黑方看到这个时候 他就很 很郁闷 这个马 没办法 他还是想转出来嘛 对 就这边转一下 那他不会转的机会 他再将 他马四进三了 没有 他没有马上将 他马四进三 他绕这个马了 先登 足九进一 对 然后马三退五 不 他还是将了一下 应该是 对 马八进七这吊住了 应该是将了 对 马三退五一登他 就是红方呢 就是他设计的也很精巧 他兵不缺刃 他不用这种强攻 然后他就是把你这个马 中心思想把你这马困死 这个两个兵牢牢给你绑住 对 然后这个马暂时不是没有投入 完全的进攻吗 他把这个马再绕一个好位置 绕什么好位置 答案即将揭晓 对 他足九进一冲 他马四退二 退二 他又平 对 马二进一 终于突凶避险 终于找到他那个最好的位置了 他下步骑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走马一退三 对 就是马一退三 这一段呢 我们摆的快一点 对 但确实呢 就是黑方呢 也不好有什么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兵不学刃 就是那种捆绑的 就绑的你什么子都动不了 然后你空有这个鞠马 什么劲都使不上 对 孙永征呢 这个他的功夫还非常过瘾 这个孙永征可能大家也是 众多的棋民也都是比较了解 对对 来自上海的飞机大师 也是 胡老师的高徒 对 两年以前呢 获得这个全国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应该说功力呢 非常的深厚 就是这种能锁定胜局的棋 他下得非常好 那肯定跑不了了 对 然后他马一退三 再把它扣住 然后他下了一个这个 他是先马七退九吧 对 他先下了一个马七退九 对不起 他这个时候马一的时候他吃 他马七退九了 然后就鞠一平四 他往下一冲 然后这个时候 在这儿 对 他拘四推三 一吃 这时候他马一退三 对 就是洪峰呢 就是看到这个位置啊 已经水到渠成了 对 他这个马呢 遇得非常好 来控制他相似平补 然后这个炮呢 把你这个吊死 然后这个马兵呢 再配合呢 就是黑方 由于老将不能动 这棋俗话就要讲 见江王 对 你一僵上他 就把他僵死了 对对 所以走到这儿 成绩军也只好扔死了 因为如果 他现在没下子了 砍了炮也是输 马也没有脚 能跑出来 对对 因为这个棋下步 你假如拱的话呢 洪峰就是 有很多种走法 都可以赢 他下也可以 你这么上 然后 他可能最简单的 就是这个拱式 拱式也行 拱式就最简单 我们就给大家这么看一下 对 这是这么冲死 对 你要回向 对 他可以马兵进巴 也是绝杀 对 就是绝杀 也是宋一将 马八退气 就是总之呢 就是这个图形呢 由于黑方老将啊 不能动 所以说 这红方呢 就是可以 是 这还是连将的 直接这么将 不 不得将 还是得回来 就是这样控制一下 就赢了 总之呢 这个地方呢 就像教科书的 经典教育一样 把这个 孙永珍呢 就给大家上了 我觉得 后面十招 这个部分 可以作为 这个我们 这个终极爱好者 作为一个习题 看看怎么能够 控制住这个局势 冰不雪刃的 拿下这一层 对 好 那这盘习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一会儿呢 还有一盘精彩的对局 跟你一块分享 好 朋友们 稍后再见 那这盘棋呢 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来自杭州环境集团的 这个小将 刘子健 对阵的是我们鼎鼎大名的 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一的 特技大师 王天一 王天一呢 这次呢 是代表 这个内蒙古伊泰集团出战 他们呢 也是颇有收获 对 在全国团体锦标赛当中 拿到了冠军 对 这也是内蒙第一次拿到 这个锦标赛的冠军 内蒙以往 连前六 都是凤膀临角 对 但是这几年 因为伊泰给了我们这个项目 也是非常大的支持 除了赞助过我们的 甲鸡联赛 还举办过各种的 这个金银赛 包括全国锦标赛 那么伊泰呢 这两年也培养出了 他们自己本地的这个像 卫强啊 还有这个 苏绍峰 他们这样的本地的相机大师 对 应该说 中国内蒙也是取得了 他长足的这种发展 对 在伊泰的这种支持下吧 那么这盘棋呢 王天一呢 我想呢 他可能对阵这个 杭州的小将刘子健呢 是志在必得 对 所以他采用了非常冷僻的这种手法 那这个呢 春炮 春炮 金三炉 我们写的那个布局片招里边 这属于那个系列的 但是这个刘子健呢 应该说还是熟读兵书的 也是非常扎实的 因为刘子健很小 就是从这个廖二平 李国勋 徐天宏 可能都 包括王斌 可能都指导过他 对 他具体平衡保住 这个棋呢 就等于洪方用这种强制的招法呢 自己也走得有一点 变形 然后洪方平衡平衡在一起 就这个 交换呢 一来呢 应该说还是洪方呢 牢牢地把控中这个先手 尽管洪方这个边向飞的呢 有一点 不是很 不是很协调 很情愿 对 但是呢 黑方这个拘呢 跟这个族这种配合呢 对 他如果这条线打不通 这个拘也很遇 对 就说你怎么出来 你还得绕 对 他这时候下来的炮二平四 对 王天一呢 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去手 他也是怕对方走太稳了 因为这刘子健 大家都知道 他走平衡马进三兵啊 武器炮走得很好 所以这个王天一 也可能怕 进入对方的熟透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小骑手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以前小孩成长 好像都是比较凶的一个阶段 就是前面下的就是生龙活虎的 但现在的小孩呢 可能出道 就是受的这个系统训练比较多 对 就都很稳健 现在就是大家普遍水平 还是进步很多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刘子健呢 这个地方呢 走得也挺不错 他下了一个炮白退衣之后 他没有先捉他 他这个骑感觉 还应该先GPR出来 对 后来的时候 他也应该感觉上先走GPR 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抢这招骑 然后就说 这个刘子健呢 这个走法 他也很奇特 嗯 他这个构思又有他的独到地方 反正你在这边调形 我就在这边 对 对 对 然后他打一下 可以打 他让开 让开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 也应该先下GPR 就是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他应该是出去 天一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系统 他要是飞向的话呢 就是如果假设飞向 他应该走向其境 就解决他底线的这个毛病 对 避开这个锋芒 嗯 因为你红黄居酒平八的话 他可以GPR再对居 对完了以后 炮子平二 炮子平二打出来 对 这样就好多了 因为这个旗就是下得很 就是 我就比较没有看懂的 就是这个时候 他没有去抢那个局 对 让他聚一旁 对 他这时候来对局 这个对局还是亏的 就是啊 总归是亏的嘛 对吧 如果选择对局的话 他应该走居一进一 居一进一这么对 对 这么对以后 因为你三路居总要绕出来 对 然后这个一路马呢 等于还不用向回退 一路马其实这边出 跟你绕回来 当然慢了 又废了一步 对 你这儿是对窝局 对啊 对窝局是亏先的 对 就是在局部上是亏了 对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先手都亏的不多 最主要是他这个阵型啊 出这个固定了 这条线出问题了 对 然后洪方呢 马三剑一跳 对 他就是把主攻四路呢 对 反正我就是 跟着你这边了 对 你这边发力了 相对来讲 这个时候起 可能走居三平二 赶快绕出来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伸进来 王天一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刘总建 或者我觉得他就不行 就这边 就这么出来吧 是不是也是个路子 反正我觉得他这个 他可能没有注意下边洪方这个凶患的手 他肯定是没有注意到 对 他没有注意到 暗中王天一这个杀力很大 他很少有说这种 中局的这种 这种 凶招看不出来 对对 这个盲点 或者他看出来 可能抱巧性心理 不 我觉得有点不太应该 可能这招戏还是有点冷 他下了一个冰三进一 对 洪方这个棋呢 可能按照常理来讲 要平一下 对 对 但是洪方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 这边实际已经成熟了 对 他直接送了 因为毕竟呢 黑方只有一个马来防御 他就采取强攻了 对 这棋黑方向肯定不能飞 向一飞 这一吃 对 这全都 黑方这个阵型整个人 就是太难受了 对 那黑方硬着他逼 就是说你这棋 如果不吃完全气的话 这个冰下来也太大了 就说刘子健呢 在面对王提音的时候呢 对 他这个敢打敢冲 这个还是下的非常 就是说他没有把 这个对手啊 想得多么多么的这个强大 他还是敢招呼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这只要下的 因为那个 这个江苏的这个棋手 让王提音呢解脱了 后来王提音呢 就是由于大栏不死之后 这必有后福了 是吧 这个监督宣灯拿了冠军 就取得冠军了 就是如果那盘棋输了 可能这个历史就该写了 就后面怎么样 那输了肯定拿不到冠军了 那就那就不知道 大分小分都丢了 因为我们江苏个人赛 一般是打 甲组是打11轮比赛 对 11轮比赛 你第一番一输 然后第二轮呢 就算你赢了吧 你这个累进分呢 对 比前边的吧 就且追不上了 对 就很难追 没错 然后洪方呢 在起兵以后 泡平三 双打 这棋也走得非常好 黑方马自尽死一跳 然后洪方呢 不直接去吃他 如果你直接去打 他都马自尽灯 对 黑方多两足呢 还能跟你呢 这个棋还能下 跟你有这个折腾 周旋的机会 所以这刘子监下的挺好 也是在这 对 对 他马一灯 你马只能逃了 你这会儿不能再让人灯了 对 他回 洪方用鸡 进鸡吃 对 带着先手 打蒙古 对对对 你只能飞一下 然后他再吃 然后他赶了一招 就说这个鸡机款 打到鸡脚去了 但是不影响他出来 对 然后他这是马自尽 聚三接二 然后他先 马一圈 先马一圈 对 他马自尽六 然后他这是 把鸡 绕一平二 绕出来 然后聚三平四 这个棋 虽然洪方费了一点时间 对 但是黑方也是绕 这个鸡也 聚三接二 聚三平四 也是绕 绕了都在这绕 但你看现在等于 这个棋 就是说王天一 他还是不肯登 你看来看去 就是黑方 这个组比那个兵好一点 但是你先少一个 就说这个要登了的话 在聚居可能比实战的效果要好 但还是难受 对 但是少死 他想保留这个变化 但是保留变化 红方就不给他登的机会 对 这招棋下的也不错 对 刘子健的就是面对这个抢手 就是点了没软 对 你发挥的确实非常好 这盘子下的真的不错 然后聚二配五 这时候天一下出了一个抢手 足五金一 足五金一是个比较巧的 这么一招棋 但是红方也是对此早有准备 对 他现在走炮弹拼二 对 前炮拼二 其实对这个时候走炮弹拼二也是占拼二 打他也行 这也比较直观 炮弹拼二反正他还是觉得底线想做点棋 他橘子平三一吃 他一不像 像他一不一飞 臭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交换掉 然后少紫还是多两个足 人家黑的还是不下 就是走到这个局面 刘子健是早有计划 对 计划成熟 你如果这么吃 他足五平六 这期黑的肯定能下了 黑的还不错呢 对 那么红方就是说的就没有优势了 对啊 红方呢 他设计什么招呢 他设计的炮弹拼二把你拉住 挺妙的 是 然后现在再赶你个马 那黑方现在得逃马了 没有办法 他只能再把中兵弃掉了 走马路进去 那么红方呢 你看 刘子平五一打 这一打 这等于把这个失去的足吃回来了 对 他叫一江 你只能将红方出水 这个局面就说黑方呢 想防守肯定来不及了 比如你去灯像啊 这些进攻呢 也是速度跟不上 对 还是想争取做出点期来吧 对 炮子进武 他炮子进武呢 他就特别想把对方这个炮 给吃了 对 他的核心思想是这样 但是呢 刘子健的现在呢 以言是心灵眼亮了 对 因为他看到这种狙装炮啊 有潜在的 巨大的威胁 对 他又是妙手连珠 对 他的抛肤机 他反弃这个马 对 这个马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红方已经就是立体攻势 中路底线可以阻杀了 这个刘子健我们后来看这个队局 还真是的 他这个在 对队王天忆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像有的棋手 这个小棋手 甚至有一些 孙大的选手 都会有为难情绪 我就是上来球场合棋啊 什么这种 没有 吓得很凶 对 王天忆呢 确实呢 这个 在象甲当中 还是在这个要求赛当中 都是给对手一 很大的那种心理压力 他有时候 就是连那高水平的比赛 他也能够连胜 对 他这种 所以这个刘子健的这种成长 也要感谢这个浙江队 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感谢杭州队 给他这么好的锻炼的机会 确实呢 这个浙江呢 这几年那个 项齐 这个发展的还是非常 对 包括他的女子 成绩也非常的好 这个 第二平四 降五平四 现在是沙棋 底线一江沙士 对 所以出降 一江 这天梯炮 典型的天梯炮 回项 你不能回底项 回底项 炮打中式 这是一天梯炮 黑方只能项五退期 对 他只能回这个 然后呢 这个锡呢 就比较简单了 橘子瓶八 这么一种 橘子瓶八 杀棋 对 炮次进一 如果你平的话呢 平的话 他底一江 他也马斯进 反正你 你一江一江 打回来也行 这江的江法太多了 嗯 他先底一江 先底下一江 这个旗呢 这个旗呢就是啊 等于黑方没有还手之力了 对 红方完全的掌握了这个优势 他们直接立体攻势了 炮一江 黑一江 黑方只能平 他也一江 一支柿 对 他也一江 对 这个旗呢就是 进来 然后最后一部旗 红方走 菊八瓶死 其实现在是有个连江杀 对 现在一江下来 中间一江 江死 对 然后再 你电炮的话 他就登这个 然后也是登尸杀 我们看啊 就是说 这么一江 下来 一江 再一江 你出江不行 就举八瓶一江子 落实的也举八瓶一江 对 你只能电炮 然后马后去吸一吸 对 无论你怎么样 他还是一江 再一江 对 马后跑杀 你抓住进江 进江 马后跳 哦 还不是杀 还有一点 有一点 反正这个旗 红方肯定是 也是做杀了 大家如果对这旗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插一插 对 反正这个旗 这么走 肯定也可以有 但是呢 刘子健呢 这个时候选择 他也很老烈 他将在这的时候呢 他不去将 对 直接杀 他把这一把 杀了 他看清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也是多种杀 橘子平五 橘子一 对 这个都是杀 还炮了一平五 对 这个旗最主要黑方呢 他这个军网炮 陷在这了 这边怎么也救不了 没错 所以天一也只好 这个 投资能复了 对 那么这番旗呢 应该说小将呢 战胜 这个 这个决顶的高手 特别王天一呢 应该说是 最近的状态 非常的神勇 对 那么也是爆出了 本次比赛的 一个最大的冷 对 应该说这个 象甲也确实也经常有 这样的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 后面的象甲 能有更多的 这个新秀涌现出来 给大家带来更多 那也相信这个象甲 也会越来越精彩 也感谢大家 关注这个 2014的象甲 世界杯之后 象甲又将燃起风火 好 感谢各位 其有的关注 再见